哈囉我是盖伊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四個 在打格鬥的時候會特別加小的訓練動作 對於就算沒有在打格鬥的朋友來說 這些訓練動作也可以增強你的爆發力以及身體的靈活度 以下會提到的動作呢 簡單到你找一塊空地就可以做 但是CP值非常非常的高 首先第一個動作 體種 在格鬥場上腳步的移動往往是勝負的關鍵 而我們的竹鎧及小腿真是能讓你不斷移動的條件 有便於健力與健美在訓練上 需要足底平均受力穩穩貼平在地面上來做發力 格鬥更想求只靠前腳掌觸地來做高速的移動 在前你可能有聽過肌肉練得很大的人 站上擂台也是會被格鬥選手無情玩弄 撇開專項的技巧不說 有很大的一個因素就是步伐的移動 靠著體種去增強你的小腿以及足踝的肌力 對於你之後要去做任何有關於步伐的訓練都有非常棒的效果 一開始你可以先雙腳一起訓練 讓你極力提升之後可以增強至單腳提總 第二個動作格鬥步伐前等級後退 這個動作偏重在你腿部爆發力 模擬實戰中快速拉緊與拉開對手的距離 再來訓練時我們的雙腳略寬於肩 上半身轉至朝向你的前腳 腳跟立地單靠前腳掌觸地感受身體在雙腳的重心 前後前後 當你重心正要從後腳移至前腳時 後腳同時發力前凳向前移動 再來訓練時我們盡可能提升移動距離 訓練我們的爆發力 後退時一樣 當你重心從前腳移至後腳時同時發力向後退 進階著可以加入要求增加負重 並可以在前凳時將要求彈出再收軌 同時訓練上肢肌力以及協調性 第三個動作旋轉要求深蹲 跟傳統深蹲不同的是 這個動作在發力起身時 單腳旋轉足踝、推寬、延伸上肢將重度提高 模擬實戰中的許多動作 例如上勾拳以及閃躲 剛開始訓練的朋友呢 你可以先從徒手開始 提升的肌力之後呢 再來增加腹奏 第四個動作 橫甩戰神 透過雙手快速的左右橫移 訓練核心肌群的協同及解看 可以加強你勾拳的速度及力量 以及出拳環能更快速的將拳收回 好進行下一排的動作 另外戰神對於增強我們的心肺 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戰神真的可以稱得上是格鬥的好幫手 好的那以上呢 就是我在訓練格鬥的時候 會特別加強的身體部位 及相對應的訓練動作 唯有打好基礎、提升好身體素質 才能將你所學的技巧發揮的淋漓盡之 以上四個非常棒的訓練動作 分享給大家 不妨加入你平常的訓練當中喔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見概念 下次見 掰掰 摩… 下次見 … …